每个人要掌握三种以上武器的操作 这样的话对我们人员操作武器的要求也高了 所以说我们能把这些更多的大学生引进到部队 精准地定好自己的岗位 让每名官兵能够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特别是大学生士兵 这样就能更好地推动我们部队的建设和发展